打开Brackets这个编辑器 然后打开文件 扩展管理器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界面右边的扩展这个小图标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搜索一下Git 这里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这个BracketsGit这个扩展 完成以后我们可以用Brackets去打开项目的一个目录 那么先打开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文件 然后点击目录旁边的这个下拉菜单 可以选择版本窟的分支 默认的是Master 因为我们还创建了一个叫做Mobile Feature的分支 所以在这里会显示出这个分支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去新建一个分支 再点击这个边栏上面的Git这个小图标 在界面的底部会显示出一个边栏 打开这个描表形式的一个小图标 会显示出我们在这个项目上面 当前的这个分支上面做的所有的提交 点击某一个提交以后 会显示出这个提交上面所做的一些修改 如果我们只想去显示 当前打开的这个文档相关的提交 我们可以点开这个文件样式的一个图标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修改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保存一下 这样会显示出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修改 选中这个提交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提交的按钮 会打开一个提交的一个窗口 上面会提示我们所做的一个修改 在这里再输入一条提交的一个信息 然后确认一下 这样就完成了这次提交 在这个底部的窗口的工具栏上面 还有几个按钮跟远程服务器是相关的 点开这个菜单可以选择远程 或者去添加新的远程 那么它的右边的这个按钮呢 可以从远程上面去提取更新 这里呢还有一个可以把提交 普通到远程的一个按钮 打开以后会有一些选项 我们可以选择要推送到的一个分支 那么在下面需要呢去输入 我们在登录到远程版本库 用到的那个用户名还有密码 完成以后点击OK 这样呢可以把我们刚才所做的提交推送到远程的版本库的上面